棒球曾经是美国的国球 现如今也是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赛项目之一 并且在美国本土人心中 地位还高于我们所熟知的NBA一筹 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准的职业棒球赛事 经过几十年的演变 组成了现如今的格局 由29只来自美国各地的球队 以及一只加拿大球队组成 而2019年的MLB总决赛 将于这周拉开帷幕 七局四胜的赛事 对于美国体育迷来讲 就是一场大狂欢 由于该体育赛事在中国本土兵部普及 所以我们颇有遗憾 无法参与到这场party之中 体育军赴美多年 也就看过一场棒球比赛 看完后也是一联盟B 所以今天我们就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 MLB以及今年的比赛看点 因为叫做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所以就分为了两大联盟成员 分别为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 而这两个联盟又各自分为 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赛区 所以细分下来就是六个赛区 每个赛区五支球队 MLB的例行常规赛将在三月底 四月初开幕 一直到十月结束 每支球队整个赛季都要进行162场比赛 交叉算起来 每两支球队就会有很多场的交手 所以对于棒球迷来讲 是不是有点幸福呢 MLB常规赛的162场比赛的 每场胜负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直接决定了球队进入季后赛的机会 胜率最高的球队就是本区五支球队的第一名 直接取得季后赛资格 这样就在每个联盟里诞生了三名直接晋级的球队 而第四支球队则会进行一场叫做外卡宙死赛来决出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刺激 是由剩余12支球队胜率的前两名一场并胜负 决定禁忌资格 剩下的分区冠军赛就是四胜二 联盟冠军赛就是二选一 以及最后的世界大赛 则由两个联盟的第一名决出当赛季的总冠军 好了 了解了赛制 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年的总决赛 今年总决赛世界大战将在来自于国家联盟的华盛顿国民队 以及美国联盟的休斯顿太空人队之间进行 首场比赛将于10月22日星期二燃起战火 比赛采用七局四胜制 所以最快这星期10月26日就会产生冠军 但是根据以往的比赛经验一定不会那么快的结束 总会熬战到第六场或者第七场才会决出自胸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华盛顿国民队首度闯入世界大战 曾经季后赛一轮游的魔咒一直笼罩在这支球队身上 而今年却一路过五官斩六将 夺得国家联盟冠军闯入世界大赛 而华盛顿国民的对手 美国联盟的休斯顿太空人 可是季后赛的老鸟了 2017年太空人就闯入了世界大赛 并且夺得了冠军 2018年再次打到美国联赛决赛 最终轻敌惨遭淘汰 未免失利 而2019年重整士气 顺利闯入世界大赛力争未免 所以本赛季的总冠军之争 势必要在惊艳老道的太空人 与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国民队之间 杀个你死我活 同学们心动了吗 心动就看起来吧 享受全雷达的快乐与刺激